好久了没有收一些官媒那种小米手机刷机的一个教程了 今天我是准备是做一个跨型号怎么刷机的这个方法给大家看一下 而且今天登加了个蓝豆啊 刷的是国外版的MIUI 因为很多一些粉丝啊给我私信 他们说不知道怎么去刷这些MIUI到底能不能刷 我跟你说这绝对是可以的 首先呢刷机之前要做几个准备吧 第一秒的解锁状态下才能正式的去进行一个手机的刷架 然后呢第二步呢 要把那个手机调到那个fistboot的这个页面就是了工程的模式 然后呢接下来怎么去操作呢 首先我们进入到这个电脑端要下载一个一个关于刷机的这个最新的一个官方的这个刷机软件啊 这边的大家他这个名称就是这样了 选择一个最新的这个刷机软件 好吧 我们点击进去就是刷机进去看了这个刷机的页面到底是怎么样的 今天呢我们准备要刷的是关于个款型号的这个国外版的MIUI啊 我今天也是准备了这些信息 我今天想看的是这边有个小米8的准备刷一个小米9透明版了 我们找一个哪个MIUI去刷机 他这开发版也是有的还有这个电线版大陆稳定版还国际开发版 我找个俄罗斯版的吧 看能不能刷得了我们选个刷机报器刷机 这边我们做的都是线刷报 那我们选择线刷报器下载啊 我们已经下载到这里了 这边就是俄罗斯的这个MIUI啊 这边看到没有啊又就是俄罗斯的这个简称啊 已经进到这边解压了 进入到这个刷机的这个软件页面了 我们首先呢要选择一下 这个刷机把我把它命名成外轨MIUI啊 必须要选择到这个 给目录上面 然后呢我们进行一个收集线连接电脑和手机啊 必须要保持你这个数件是完好的能传输一些功能的收集线 这边呢我们就是选择这边然后点击加载啊 好进入到这个序号是1 这边都可以正常的刷架 这边下面有个前部三手还有个保留用户收集前部三手并log 这个不用去点这个log啊 因为呢它是再次对你手机进行再次的加锁啊 就没必要去点它点前部三手 已经点击加载设备了 点击刷机 哎就稍等一下它再进行刷一下 因为这个手机刷机也是需要一段时间去等待的 中间大家呢不要去做任何操作 大家可以喝一杯奶茶去等一下 好了刷机的时间已经完成了总共是需要147秒 然后呢手机已经是把这个系统刷机的进去了 在此呢需要把你那个USB这个数据线从那个电脑端发出来 从今晚后可能也是很少用得到了 那已经是刷进这个手机成功了 就等待它重启 我们看一下 因为刷的这就是俄罗斯的UI 看一下到底有个博物到底是怎么样的 到底成不成功呢 我们看一下我们稍等一会 进入的了这边呢 就是一个激活这个你这个账号啊 这边是你WiFi 好了目前已经是能连接的了这个WiFi的这个功能了啊 我们回去到这边进行一个那个小米账号的这个绑定看一下 能不能正式的登录的了 诶怎么回事呢 好吧已经进入的了这个 这个MIUI 俄罗斯版的这个是MIU12的 那我们点击下一步 这边呢就是一个语言的选择 这边是俄罗斯文的 我们点击下一步吧 这边也是下一步吧 D7 对这边就是那个WiFi 这边有些是一些协力 这边呢就是已经装入的了 这个俄罗斯的这MIUI的一些信息啊 目前登录的这边就是 谷歌的一些套件 因为这些网络没有网络嘛 就是没些登录了 因为这个步骤已经是代表能刷机刷入的成功了 小米的也可以跨学那个去刷机 好吧 这一期呢一个刷机的教程就到这边了 如果呢你不太懂可以给我发私信 也是可以的 有什么想了解 可以读言都是可以的 今天的视频就是到这里吧